不好了 怎么了女儿 怎么了女儿 岳湖之星变成一个狼头了 岳湖之星不见了 已经被人盗走了 这是我在现场看到的一个狼头 难道这就是盗窃工具 应该就是 保安 关门 今天在场的所有人都有嫌疑 苏律师 张歌手 吴歌手 杜歌手 李经理 宋歌手 到底是谁 你们快点给我交出来我的岳湖之星 女儿 镇定 你别忘了爸爸在开红玫瑰舞厅之前 是一个大侦探来的 爸爸 今天我必须逼着这个嫌疑人X 立即现身 首先我们跟大家一起看一下 案发现场的照片 现场翻得非常乱 所以狼头就是刚才在那找到的 对不对 对 狼头就在那个下面 然后旁边那个白色柜子里面 就是我的岳湖之星 好 现在 女儿 你看一下这六个人的表情 你最怀疑谁 杜海涛 你一直盯着我看呢 每个人说一下 为什么不是自己杜海涛 真的不是我 而且我是灯红歌手 我每天跑商业还来不及呢 哪有时间去他的闺房 去偷他的岳湖之星呢 所以你否认你进去过 对吧 我完全否认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请注意 如果你不是盗贼 请不要说话 现场只有一个人可以说话 那就是小偷本人 来 李经理 为什么不是你偷的 这几天正好我在筹备 我们红玫瑰 歌舞厅八周年的庆典 是 大大小小的事物 我都要处理 嗯 根本没有时间去偷 无暇分身 送歌手你呢 那我也没有啊 因为我最近 也在准备这个庆典 你看 现在当红的女歌星 只有我了 爸爸 嗯 他没有说实话 为什么 因为当红的女歌星 还有我 所以我有一点怀疑 这不是实话 这是嫌疑 而且他一定是想我那个 乐狐之心很久了 哦 那你觉得无歌手 是没有嫌疑的是吗 无歌手 怀疑就太大了 不可能我真的 我过期的太快了 我连那个榔头钱 我都买不起 我真的没有钱 去做这件事情 无歌手 他想要拿到这个 去变卖 变卖一笔钱 改变自己的命运 把自己宣传起来 这也是有可能的 那张歌手呢 我怀疑 为什么 他还是有一颗 想红的心 他还是有一颗 想红的心 那他红靠什么 他想要把我的 乐狐之心 偷过去变卖 然后来宣传自己 捧红自己 跟无歌手一样 说的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一样都不差 对了 苏律师 你我是很相信的 是啊 你为人非常的正直 而且精通法律 我相信你应该不会 干这种蠢事吧 那当然 而且像我 学法律的 做事情特别严谨 我偷完以后 也会把房间收干净 但是 但是 鉴于你在3月31号 将有一部叫做 《嫌疑人X的现身》的电影 要上档 我会怀疑你 不惜为了宣传电影 而挺身事法 来做这个《嫌疑人X》 对 现身吧 我怀疑他 为什么 因为他刚才看着我 有一种非分之想 那种非分之想 就是他很想拥有月弧之心 我以为他想拥有你呢 或者是看上了我这片假毛皮 他一个男的看着你这毛皮 是做何用呢 他可能汽车上需要个靠电 也不下去了